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幅里呢展示了人们的善良还有积极的一面 而第二幅呢展示了人们的坏还有消极的一面 是不是画家故意这样画的呢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呢就只能推测了 第二幅咱们要提到的神秘的话 是阿诺菲尼的婚礼 画中一位名叫乔凡尼迪尼克洛 阿诺菲尼的意大利商人 站在一位女子旁边握着他的手 这幅画是由Yan van Dijk绘制的 它是15世纪最受尊敬的佛兰芒画家之一 当你仔细观察这幅画时 可以看到墙上有一个镜子 画中的镜子极大的增加了房间的视野 添加了一种逼真的感觉 这幅画呢一直在科学界引发了很多争论 一些人声称这幅画描绘的是夫妇的婚姻 而一些人则坚持说他展示的是订婚 而不是婚姻 这个谜团呢尚未解开 镜子中可见的另外两个人 据说是宣誓证人 画家在镜子上方的墙上 盖上了他们名字的印章 以证明他的身份 然而这幅画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 它是在1434年完成的 而画里的这个女的呢 它是在1433年去世的 如同X光上所显示的 画家做了一些修改 但这些修改是否与这样的事情有关 还存在着争议 第三个要提到的是老吉他手 这幅画我在之前的视频里有给大家介绍过 它现在目前位于芝加哥艺术学院 当你仔细观察这幅画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一位老吉他手以非常疲倦的姿势 坐着抱着他的吉他 其实这个不用仔细看就可以看出来了 这幅经典画作是在毕加索的蓝色时期创作的 由于老吉他手中出现的阴影 这幅画呢 它经过红外线还有X色线的曝光 科学家呢 在这幅画里面呢 发现了三个额外的形象 这些形象的谜团仍然没有解开 但是呢 有一些理论对这个形象进行了解释 一些科学家认为呢 在大约1901年到1904年 那个时候的毕加索呢 他陷入了贫困还有情感困扰 他的一位亲密的朋友自杀了 这一段时期呢 就被称作为蓝色时期 为什么呢 因为他画的很多画都是蓝色的 他在这个蓝色期间的时候呢 经常在同一块画布上反复的绘画 所以呢 老吉他手里呢 可以看到先前画的一些阴影 然而到最后 我们还没有明确的证据 关于这个罗女 还有其他两个人出现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研究人员仍在争议 第四个要提到的呢 是被斩首的圣诗席者约翰 黑暗弥漫在卡拉瓦桥的作品中 不管是在构图还是主题上 这位意大利巴洛克艺术大师描绘了 圣约翰 这个诗席者在街头像其他人一样被杀害的场景 这幅画是卡拉瓦桥在1608年完成的 而根据了解呢 两年前他在罗马杀死了一名名叫 拉努称的男子 卡拉瓦桥的人生我也介绍过 导致这场悲剧性的冲突的具体情况 还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二十世纪的时候这幅画被修复过 修完之后呢 艺术家的签名在这个画中的血液中被发现 学者们之后一直质疑 这是不是卡拉瓦桥签署自己犯罪行为的方式 大家肯定觉得艺术家在自己作品上 签名没什么大不了的 有可能他就是随随便便的 但是很奇怪的是 这是他唯一一幅签署的作品 他的其他画都没有签名 他都是用了一种红色的布来作为他的签名 咱们最后要提到的一幅画也就是最后的晚餐 相信大家都见过这幅画是达芬奇的 他展示了耶稣受到其中一名门徒的背叛之前的一个晚上 耶稣把这些门徒们都叫过来聚在一起共进晚餐 并告诉他们即将发生的事情 并洗了他们的脚 这一个举动呢 象征着在上帝眼中众人都是平等的 当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耶稣向门徒们明确地展示了 未来如何以纪念他而吃什么喝什么 这是第一次圣餐的庆祝 这个仪式呢至今仍在进行 这幅画被画在一个名为 Santa Maria Dele Garcia的教堂里 但是呢在伦敦的皇家艺术学院 有一幅由达芬奇的学生 詹匹埃特里诺绘制的副本 关于这幅画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里面其实有隐藏着音符 当进行测试的时候呢 它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简短的音乐曲调 好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是周日 希望大家好好休息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